台積電全球擴廠持續進行 業界盤點明年總共會有十座廠同時興建 寫下半導體產業新記錄 法人預估渴望推升明年資本支出達到三百四十億到三百八十億美元 不過攤開建廠時程來看 所謂的十座廠是把封錯廠也都算進去 包含新竹高雄共四座二奈米廠 中科南科的Coors廠 以及海外美國日本德國新廠 台積電重申2025年資本支出規劃 尚未公布要以公司的公開資訊為主 至於外界高度關注的台積電雅利桑那廠拍板補助66億美元 年底前預計將發放十億美元 只是等到明年川普上任之後 一切又成為未知數 台積電拿了這十億元就必須要去遵守晶片法案的一切的規定 未來所有的營運的細項的資料都要成交給美國商務部 只要有超額利潤的存在 這些的話都要與美國政府進行分享 這不但會提高台積電雅利桑那州廠的營運成本 專家認為台積電面對川普政府需要多方勤搜評估之後 以謹慎態度面對 為之後建廠一步步鋪路 三十四位城市永遠之後送報道